一、二、一、二、一吃了豬油 豈不是快點快點 最後幾箱? 大家小心點, 放開它 撿一下 別動 小心點 弄好了, 全部上船了 可以開船 快點 好, 姐姐 兄弟, 我們回去休息 好… 回去休息吧 回去吧 他撿開了, 我們快點折住他 這麼多士兵守住, 我們不能折 我們大青腳過寶 不要 他開快點, 沒時間了 已經折到好行 再行一點, 可以嗎? 是 可哥, 那個發動機壞了 這個時候才來壞船 你們要幹嘛幫忙?你們真的幫忙? 可哥, 搞定 好, 開船吧 是否巡邏隊已經回船了嗎? 對, 不過就算不是自己有 他們也是抽樣檢查 你哪會巡邏到我們這裡呢? 前面的博體艦船 我們是指向艦船可以放巡邏隊 現在要順序檢查 那怎麼辦? 張秘書 這麼辛苦, 你要親自帶隊嗎? 對, 有批軍需品要找出境 開箱看看, 循例而已 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你不介意 長官 挺精緻的 不打擾你們了, 我們先走了 甚麼話? 立刻留下火箱吧 知道 當時情況真的很危急 我真的沒辦法了 叫人用防水部把國寶包好 再用鹽網拖到海 等巡邏艇走了之後才拿回來 但是當時的事已經亂了 所以沒上大洋船 我現在暫時把他們的船放在軍營裡 幸好你想到這個辦法 海防隊那邊 很多都是張耀祖的人 萬一讓他們知道我們偷運國寶 他們一定在市長面前供我一撞 到時就麻煩了 我已經檢查過國寶 基本上是完好無缺 除了這個玉璽 為什麼會這樣? 我想在船底拖網的時候 被招赤撞崩了 全國璽來自天命所歸 是唱誰之少 真糟糕 本來以為搶到玉璽 就可以反文復清, 令天下鬼心 諾河現在玉璽被毀 就如同我大聲叽散一樣 守執降刀九十九 殺盡敵人, 方罷休 拋響火煙, 迷去路 千南千北 熟三秋, 啞叶 熟三秋, 啞叶 黃牛山中有一棟 火頭十萬八千種 先道之人, 得安穩 後道之人, 半路送, 半路送 廣州人, 探南自私, 為我福寶 此生不共戒天 我誓要你們願載願輸 他說先把國寶運到廣西給他們 我答應賠償他們的損失 但部長你一向青年不收黑錢 光是靠市政府樑, 哪有這麼多錢盲背地 再想辦法 整件事根本因為唐家而起 不是他們拿走了錦盒 耽誤了時間, 批貨一早就出公海了 既然唐阿媛知道錦盒裡面是什麼 也就是說他也知道自己闖了多大的禍 唐家財雄勢大 不是, 要去補償我們的損失也很應該 大小姐 張秘書, 請問你知不知道 汪部長什麼時候開完會? 麻煩你幫你通傳一聲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開完會 他有很多重要的事在處理 當然, 或者你先等一會吧 連通傳也不肯幫我們通傳 恐怕汪震邦已經吩咐下來 不想見我們 沒辦法, 都等了一整天了 唯有繼續等 汪部長, 不知道有沒有時間 我們坐下來聊兩句吧 你也明知道我有心不見你了 還在這裡死纏爛打, 等我這麼多個小時 你臉皮挺厚的 如果我們有什麼誤會 沒時間說清楚就不太好 我知道那天是我們大意了 拿了你們的軍需品 如果這樣, 令你們出現了什麼問題 不是, 我們協和行願意補償 你以為自己有幾個臭錢 就真是大了 你以為發生了什麼事 都隨便說兩句 花些少錢就可以擺平了 我知道, 你們姓唐的 一向在省城都很說得事 但是這裡不是 這裡是市政廳 不是每一件事都要相信你大小姐意 現在時代不同了 不過了, 很多事情都在變 你們很應該與時並進 是時候學習一下怎麼改變 看來我們真的沒有猜錯 汪震邦一定是出錯了 才弄成了畢服部上來算 我想他這次私運國保不成 一定惹了很大的麻煩 所以才主動過來找他 做好做醜也好, 也想做些事 看來幫忙的手補救 但是他似乎真的把整件事遷好我們 因為我收到風 他邀請了岑老闆他們 合力成立一個軍營福利基金 他叫齊世沙發將會 唯獨自就沒有叫我們 我想他這個麻煩也挺難解決 手尾很長 汪震邦這個人自視這麼高 誠苦這麼深 這次我們得罪了他 他一定會找機會報復我們同家 我們唯有萬事小心, 樣樣做足B 不要被痛腳去抓住一手 說到底, 一天都是那個和善 如果他不是這麼烏龍 拿了別人的國保 就會搞出一些禁物事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 沒有了 如果沒有的話, 我有件事想跟大家說 花鼎碼頭那邊 我不想再被禮和負責 你來找他人接手吧 為什麼?他管得不錯 是啊 就是了, 新人事是新作風 自從他接手這個花鼎碼頭之後 生意不知不錯